新增图表项目的应用 来,我再把这图表再删除 点着它,按Delete 做图表真的很快 1,选起来 2,插入的圆形图 诶,做完了 那加进来之后 我们刚练习了两个动作 1,图表样式 2,快速版面配置 这些都是Microsoft 它觉得你常常会使用帮你配好的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我想自己来 那就从这里 这里,这里,这里 这个地方 再摆第一个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好,它想告诉你图表标理 什么是图表标理 待会的位置就在橘色块这里 那什么叫资料标签呢 就在这三个橘色点 图例 那这边呢 黑色表示能用 那灰色 淡灰色是不能使用 以这个圆形图来讲 它并没有什么运算列表的功能 它只有标题 标签跟图例 那老师什么是图表标题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右边有箭头 就是让你把它展开来的 来看哦 先把这图稍微看一下 好,这图长这样 我再把它整个盖掉好了 盖到这里来 好,开始了哦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标题 移到这里来 来,再看一下 目前这边有三个 你们看到这周围颜色比较不一样 它有什么绿色的框 中间那个 表示目前 现在这个是这样哦 我移到这里来 你看见了吗 哦,那什么是什么 当我选无的时候 什么不见了 就是那个金额不见了 我再打开 那其实不用这样点了 移过来知道什么 上面不见了 下面 它想告诉你 这个金额就是标题 那老师这标题不合适啊 这是我们园园会呢 标题是可以修改的 点一下 你可以自己修改 好了,园会销售金额 也许你可以打更完整一点点 我这边想告诉你哦 点下去呢 所以你这样就知道了 再四个新功能呢 先一到这里来 什么不见了 再一过来 什么出现了 这样你就知道了 这个位置的东西 就叫做图表标题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资料标签 老师什么是资料标签 移到这里来 换第二个 第一个 第二个 你这样就知道 什么叫资料标签了 这样了解吗 这个专业术语 你玩一两个月 你也背不起来 也不需要你背 当你去看的时候就知道了 这个哦 再看一下哦 移到这里来 在这里 那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差别 位置的不同差别 外侧 自动调整 那这个图缩文字 哦 这个是百分比的哦 那这个是 里面是竖子 这是740 对不对 那移到这里来 就变百分之数 鸡蛋糕 这个浅蓝色鸡蛋糕 这里是百分之15 那这里呢 就740 放哪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图例吧 好 我想摆这里 来接下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图例呢 一样 手法 移过来看什么东西不见了 出来 消失 这个叫做无嘛 就是不出来 移过来右边 上面 左边 下面 这样你看就懂了 哦 所以在电脑市场告诉你哦 这个圆形图 它只支援 123 灰色的表示 这个功能 有这个功能 但是圆形图不支援 来 请各位试下 新增图表项目 参数字 hashtag